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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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謂叫南門十二間 是因為我們有十二間客房 然後南北走向 南邊六間 北邊六間 我們的民宿在 滿清華 意象 創意園 靠山 面海 走到海邊上的距離 大概是十來分鐘 開民宿之前 其實就是一個 上班一組了 之前的工作 是做體系認證 就是整天在外面出差 一個月大概有二十來天在外面 放棄原來的工作 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有小孩了 想有更多的時間陪伴他 選擇這個地方 不是特別出事 也不是特別喧囂 南北十二間 一共兩層 一層的話是公共區域 廚房 然後一些 廚物的地方 客房都在第二樓 北邊六間是大房 大房的話有 將近五十坪一間 小房的話二十來坪 客棧的佈局 只有十二間房 但是面積的話 有將近八百坪 就相對來說 公共區域 站的面積會比較大 然後房間的面積也比較大 所以客房數會相對比較少 這個是因為之前在市區 不管是住宿還是上班的地方 都是相對比較壓抑的 然後我老婆當時有個想法 她是說房間一定要大 到時候脫掉鞋子 可以在房間裡面跳舞 然後小朋友 來幾個家庭 四五個小孩 在一個房間能玩得住 不要舞 站的沒地方 站坐的沒地方坐 所以房間要大 北一的話是我們的豪華風景房 為什麼 因為它的透光性特別好 就是兩面基本上都是玻璃 然後打開窗之後 外面是沖沖沖沖的 滿眼都是綠色 然後北一間有裝一個 特別大的浴缸 尤其是下雨的時候 你把窗簾拉開 外面沒什麼行人 到裡面泡個澡 然後很爽的很愜意 一杯紅酒 撒點玫瑰花瓣 還是很有感覺 當初我們在確定做客棧之後 和設計師有討論整體風格的確定 後來確定做工業風 工業風最主要的特點就是 整體是灰白黑這個調色 就是不能太厭 然後我們所有的房間 包括地面 包括公共區域的一些走廊 都是用的水泥 包括這個磚的這個 原來這些紋路 都是保留的 其實做客棧和我們最初的想像 是有出入的 當時自己沒做的時候 想的就是陪客人喝喝茶聊聊天 所謂事情其實還是蠻多 平常哪怕換一個燈泡 然後哪個地方螺絲鬆掉了 這邊和深圳一個最主要的是節奏 感覺在市裡面 不管是行走的速度 還是辦事的這個效率要快一點 在這邊開客棧之後 節奏就明顯了 慢慢下來了 深圳速度太快了 我們要讓大家節奏慢下來 生活和工作要同等重要 不能光光是為了工作 你也不如想來